《词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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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讲书上4.5 4.5 来自4.6也讲 我们今天就讲那个定理 4.5 这个实际上就是把前面两次的那个东西拼在一起 因为前面第一次讲了一个信赖阅底方法的一个总的框架 一个总的控制的一个程序的一个结构 然后第二部分就讲其中一个质问题的球检 现在把这两部分就都汇总起来以后 来说明用这种方法 都到底这个算法确实是收敛的 就是要证明这条定理 我们先来讲讲那个定理的条件 条件当然分几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关于fx方面的条件 就是那个目标函数的条件 目标函数条件还需要一些 这个我们其实以前也讲过 反正这个以后都是这种样子 我们这里可以再讲一讲 就是 因为讲它条件就是要 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 就是一个结合 x 这个是fx 小于等于fx0 这个x0就是一个迭代的起始点 那我考虑所有这种fx比fx0小的那种点的一个结构 这个就叫水平界 对吧 我们一般的 因为我们的那个x1x2这个都下降了 都是fx1小于fx0小于等f1一步步下降 所以我们将来世界道的fxk什么一定都在这个里面 对吧 因为我们的xk都是下降的 所以 那么这个结合可能比较难看 那么所以一般会要求来一个 这个书上一般叫一个sr 这个实际上就是 就是这个x 那么存在y 那么10的y-x小于r r小于等于r小于r 然后呢这个是存在y属于lx0 就是把这个东西再扩充一点 扩充就使得变成一个开键 这个都是为了 如果大家不是很 对数学不是很恶的话 其实这个这个反正实际上就是 这个结合会比 会比这个结合大一点点 大一点点 这r看见r大小控制了 实际上就等于说 把这个结合里面每一个x用一个r为半径的球 把所有这种球加在起来就这个东西 就是比如说如果这个是l 对吧 那么这个结呢 就是每一点都用一个小球把它拼起来 所以实际上呢就会变成这样子一个东西 就比它外面多包了一层那个r这样一层东西 就扩大一点 那么要求这个就 然后我们讲那个fx的性质呢 都在这个上面讲 所以它的要求它什么呢 要求fx 在sr上有键 有键呢实际上主要讲下面有键 对 因为上面的话都被这个设置控制住了 那就在下面 就是 然后就是它这个要求 要求只要一戒啊 它这个只要一戒就够了 那么就是两戒联系 fx在sr上 是lipsis有键 那么就是两戒联系 写的有键 这个f呢就是有这两个要求 这个有键当然都可以写出来了 然后这个第二个 第二个呢就是会牵入到一个bk 就对最大东西 这是对它的bk 因为我们那个信赖乐方法里面 那个模型里面有个bk 这个bk要求它也是有键 就是这个bk 这个东西也要小于一个有键 这个都无所谓 这个就是意思说这个东西 这个就比如说beta 这个叫beta 这个东西可能跟书上有点不一样 没关系的 反正就是这个反正都是常数就是 然后第三个呢 还有一个pk要有个条件 就关于那个pk pk就是每一次走的步 一步步做pk 实际上就等于pk就是xk加19xk 就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上回讲要满足一个条件 就是当然所有的pk呢 这个当然应该满足这个条件 这个是我们算法里面有一个 有个delta k一个优势条件 就满足这个条件 另外一个就是delta mk 这个就是mk0-mkpk 就这个设置 这个设置 这个设置当大于0的 这个一定要大于等于xxgk transport里面有一个 写概念上就是mk0的 另外一个至少 这是 Tobler的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上回讲了 如果你那个PK就是用那个 我们就是用那个扣虚点 这个最简单的方法 扣虚点的话 那么这个条件都可以满足 而且这个C1这个时候就等于二分之一 如果你再用那个Doglag 去改进一下的话 那么这个设置C1还可以大一点 所以我们要求的条件是 就是这些 就实际到的 关于目标函数要有这些条件 然后在那个模型里面那个BK 那个模型就是 我这里写一写 那个模型就是MKP 这模型应该等于 等于二伏 等于GKTP 加上二分之一PTBKP 对吧 就这部P 我们的这个是我拿在外面 我们那个解的一个质问题就是那样 minimal MKP 这个P呢 小一等于Delta K 所以要解的问题就要解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要有一个BK BK呢要满足 既然有这一段满足这些条件 满足这三个条件 那么在满足这三个条件下面 下面我们要证明这个G-Long G-Long就是说 limit in GK 这个等于零 这个对K 这个比 INF就是那个下去线了 比limit K G-K等于零 要落 这个条件落 这个在苏战一般机叫做 旧部什么 叫旧部收敛 如果把INF拿掉 这个东西的话 那么就叫全局收入 它收入还有就是这么叫化的 我们4.6就要证明 可以把这个拿掉 GK去 这个只是说明 GK这一组点 K等于无穷 一到无穷 就这么一组点的话 它有很多极限点 那么其中最小的极限点是零 如果是这个INF拿掉 这个东西整个就去向于零 我们现在来证明这条定理 我们下面来证明 我们 我们的证明 整个的思路是用反正法来证明 反正法的话 反正法的意思就是说 我假定这个不对 反正法的所有 实际上反正法 你大部分 大大的来看 它一般会分成两大块 一个呢 就你假定那个机认不对 假定机认不对的话 实际上就引进了一些条件 那么在这个假定下面 就假定机认不对 这个条件下面 你看看能够 加上我们本来定理的条件 然后能够得到一些什么推论 第二部分呢 就是说明这些推论里面有矛盾 总体要有两步 一步呢 就是说 你要推出一些可能的结论 然后再来说明这些结论之间有矛盾 那么由于有矛盾 所以原来的假设是不对的 是这样一条路 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要分很多小点来证 第一个小点 用矛盾 用矛盾 假定 假定机认不对 机认不正确 就是说这个数字不等于零 对吧 那么这个不正确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那么这个意思就相当于存在一个 Epsilon大于零 存在某一个东西 和大K是等 当小K大于大K的时候 那么这个东西呢 GK 都大于等于Epsilon大于零 就是这句话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这句话不对 实际上说明它有个极限点是大于零的 所以有大于零以后 你可以使得它 可以找到使得它都这个 所以你用反正法 那么第一步假定 机认不对 或者说机认的 你命题是对的 所以等于增加了一个条件 那么现在等于这个东西 这一条呢 我们也可以当成条件来用 就跟我们的定理的条件 可以用在一起用 利用这个条件 再加上我们原有的条件 看看 看看能够得到些什么机认 但是我们现在看最简单的一个结论 就是可以把这个东西接近改进 把这个东西可以改进 你看 ΔMK 对吧 大于等于 C 那么这个呢 GK都大于Epsilon 对吧 所以就马上就可以改成Epsilon 对吧 然后这个minimum 这个ΔK不动 然后这个呢 也可以用Epsilon 换掉它 这个呢 下面是BK 对吧 就可以变成这个 然后BK的话 我们 我们在条件里面有这个要求 对吧 它是有借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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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这个放大的话 就整个是小 所以呢 又变成可以 变成C 乘上Epsilon 再乘上minimum DELTA K 然后这个呢 就是Epsilon 下面呢 就是用一个BETA 我们这里用2 就用2 书上大概是用BETA1 可能那个我那个BETA1 书上是BETA 这个无所谓 反正就是一个常数 那么我们就是第一步呢 就可以利用这个 利用那个东西呢 把 再把那个前面东西把它弄起来呢 都到这么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里面 啰嗦的什么 啰嗦就是这个minimum 这个东西 对吧 如果这个小的话 那么这个比这个小 如果这个比这个小的话 那么这个就拿出来 这个就等于它了 等于它 大家可以看变成什么 就比方C1乘上Epsilon 这种乘上ΔK 对吧 那么大家可以看 这边呢 是代表DK步 DK步 经过DK的迭代 从K到K加1 XK到XK加1的时候 在那个模型上的下降 对吧 那个模型下降 这是一个比例常数不惯 这个Epsilon Epsilon相当于 是从那个跟G有关的 是代表那个T度 去下降的那个速度 这个呢 Delta呢 代表相当跟步常有关 所以你走一步 能够下降多少呢 这光上应该是 跟你的下降的平均速度 乘上你的步常 你走得越长 那么下降越多 那么你下降 那么这个抖度越大了 那么当然也是 所以这个是指 实际上是光上很容易理解 而且大家如果要回忆一下 我们在那个 在那个讲那个 线搜索方法的时候 我们不是讲那条基本定理 实际上也是那样 也是要用 每一步的下降的东西 来控制 通过这个东西 然后说明这里呢 加加起来 是一个有限的东西 那么你这里加加起来 要有限 就是一个矛盾 这个这里 现在就可以看到 这个矛盾 就在这里会产生出来 然后第三步 这个东西呢 是在模型上的下降 我们希望要看到 在那个函数上的下降 就真正F上的下降 就是我们要看这个东西 ΔFK 这个东西呢 就等于F XK加1 减掉 F X K 对吧 就这个东西 这是定义 就 就 走DK A步 从XK 到XK 加1 我们这个只是说明 在模型上 在这个模型上下降了多少 我这个呢 真正这个函数要下降多少 那我现在呢 实际上希望来估计 第三步呢 我是要来估计这个东西 ΔFK 跟ΔMK 就要估计这个X 比较大 这个东西我们知道了 一定会比这个大 那么这个东西呢 如果也是很小的话呢 那么就好了 那你就是可以知道 那么这个ΔF也会比较大 而将来我们就是要用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我们写出来 这个ΔF呢 就是那个 就是刚才讲的就是 因为反正是 因为我取了句对着啊 所以这个我弄倒过来 因为这个比这个小了 所以你 你还写成这样 而且现在写成这样也可以 FK加1 对吧 剪掉FK 这个就定义了 接剪掉ΔMK ΔMK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 我们那个 这个MK就在这里 对吧 我们看ΔMK ΔMK呢 就是 就是在那个 应该 加一步应该是 MK PK 剪掉MK0 所以这个就相当于 这个就相当于 对吧 因为 因为这个 我们的MKP 实际上就等于F XK加P 不对 那倒过来 对了 这个P PK的话 一加就是K加1 MK加1 应该是 应该是 是这样 对 这个不太高 应该就是这个 那么这个是指呢 就写一写 这个是等于 FK FK 这个就是FK 加上 GK T PK 然后加上1 2 PK T BK PK 对吧 对吧 这就是G 加上G 加上这个 这里应该有一个 有个FK 这个呢 就是 零带进去 零带进去 就只有没有 就是编辰工 剪掉FK 这个FK FK消掉 所以 所以应该就等于 GK T PK 加上1 2 加上1 2 PT K BK PK 对吧 就等于 那你带着过来就完了 那我就等于 那就等于 剪掉 GK T PK 再剪掉1 2 PK 再剪掉1 2 T BK PK 对吧 就是 你把那个东西带到这里 然后 这三个东西大家看 这三个 这三个 这三个就是用那个 用那个 这个电脑公司 电脑公司 对吧 这个东西 这个XK加1 就是XK加上PK XK加上PK 就是用这个公司 就是F XK加1 等于F XK 这些基本关系你们把它记录 对吧 那么应该展开的话就等于F XK 然后加上Delta FK T T 这个就是GK 然后就PK 然后再加上1 2 PK Delta平方F 这个就是XK加上TPK 是某一个T 然后就PK PK T PK 就这样子 对吧 这个地方要换掉 这个地方就是相当于 不一定就是那个 不一定正好在X这一点了 就是应该在XK跟XK加之间的某一个点 这个就是Tiler公司 所以你把那个Tiler公司带进去 带进去这一部分呢 这一部分你把这两项带过来 就变成这一项 所以这小一等于 这个是一项 我们把它用 反正不等式 这就等于两项拉拉开总会对的 所以这里变成小一等于1 2 PK T 然后Delta平方F XK 加上TPK 这个T是某一个T 反正零一之间的一个数 然后就PK PK 对吧 再加上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地方1 2 也是1 2 PK PK BK PK 就等于这个东西 对吧 这个东西呢 反正我们是 这个是两次想 对吧 这个应该小一等于1 2 1 2 就这个东西 存在这个 就等于那个 Delta平方F N 不是Napla平方 XK 加上TPK 然后就PK平方 这边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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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等于BK 然后就是PK平方 这个呢 这个就是用我们那个就是 这个就用它小于它 那个B用小于它 Beta2 所以 所以这个一来 就小于等于1 2 Beta1 加上Beta2 然后呢 这个就是PK平方 对吧 当然你还可以再弄一弄 再小于等于1 2 2 Beta1 Beta1 加上Beta2 然后这就DeltaK平方 因为PK总会比DeltaK小 PK的膜比DeltaK小 所以变成这个数字 那么这样子呢 就是 我们得到了这个骨骑 就是 你看这个呢 这一步就得到了它的骨骑 这一步呢 得到了它跟它的骨骑 我们现在来骨骑Rho D- 然后第四步 如果我是这样想办法来估计这个东西,LowK,LowK就是那个,LowK就是ΔM跟ΔF之比,对吧,所以这个是按照定义,就是ΔFK跟ΔMK之比,简约。 那这个时候咱们去写一写,就变成ΔFK,减掉ΔMK,然后除掉ΔMK,对吧,那我们现在前面2,3都准备好了,2是为那个准备的,就3是准备那个东西,3刚才就证明了这个设置,就这个设置比它小,对吧,2呢,证明了, 2证明了这个东西比它大,这里正好啊,这个上面分子要缩小,分母要放大,所以才会小于等于,所以这个小于等于,这个分子,分子就用这个带进去, 2分之1,β1,β1,β2,ΔK平方,对吧,然后ΔM,ΔM用它缩小,缩小就变成C1乘上1小,再乘上minimum, 然后,DELTAK,再乘上1,β2,就得到这个设置,对吧,这个设置,当然我们现在就是,就是这个啰嗦一点, 这些多常数我们都把它弄在一起 那就这个多常数 对吧 那么就是 再理一理了 就是说 对吧 β1加上β2 这2拿下来 2c1ε 那这个是一个 这反正就是这个多常数 对吧 反正是一个正的常数 然后就是 就是delta k平方 然后就是minimum delta k yβ2 那都到这了 对吧 现在大家可以来看看 这个是指合 这是 假如delta k 所以 因为这个是一个 也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常数 假如delta k 比它小的话 那就这个delta k 比它小的话 那么这个数字就等于delta k了 对吧 那我再想一想 如果 这当然如果 不一定是真的了 如果delta k 小于等于 小于等于 哎呦 这个粉笔怎么搞 比比小 β2 对吧 如果 那么这个数字呢 就会怎么样 这个数字就等于delta k delta k 跟上面削一削 削掉一个 就会得到什么东西 如果这个就是 low k 减一 小于等于 这个low k 弄掉 变成功 变成功 两倍 C Y β1 加上β2 然后就delta k 对吧 等于 哎 我把这 就变成这个 小于等于它 或者 或者 我写一写 写成功一个C2 delta k 那么 其中这个C2呢 需要就定义成功 2倍 C1 E β1 加β2 对吧 这个无非就是 这个C2 不用太去管 但是这样一来 大家看有什么好处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如果 delta k 取得比较小 对吧 取得很小的时候 delta k很小的时候 比如小于这个2c分之1 2c分之1 那么整个这个就小于2分之1 这个小于2分之1 这个小于2分之1 说明这个 这个low的话就会大于 所以 所以 就会这样 所以呢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论一下 如果 如果这个 delta k 小于等于 β2 y 和 C2 2 和 delta k 小于等于2倍C2分之1 这都是如果 如果 那么这 这什么 这个等于low k 渐1 小于1 小于1 1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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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C2 成 delta k 的话 C2 delta k 就小于1分之1 对吧 就变成这个数字 那么这个答案可以推出来 就是 你看这个 这个是 1 这个是0 这是1 这是1分之1 这个是 2分之3 如果满足这个条件的话 low k 一定在这个范围里面 这个low k 就会落在这个范围里面 对吧 所以low k的话一定大于1分之1 所以 这个一定对的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什么 一个结论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一个结论还是蛮要紧的 就是说 如果 如果 delta k 小于等于minimum 比这两个都小 比这两个都小 delta β2 还有2倍C1分之1 这 low k 大于1分之1 至少也是这个结论是有的 对吧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正的数 对吧 所以实际上就是我们证明了什么 存在一个正的数 当你这个delta k 比这个正的数小的时候呢 比这个正的数小的时候呢 那么相应的low k 会大于1分之1 就是这么一个 我们下面是要证明一个很要紧的 很要紧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就是很有 就是我们已经有这么一个结论 就是有了这个结论以后呢 就是我 就是说 那我要证明呢 这个 delta k 一定的就是会 比如我把这个 这个 这是一个常数 我把它计成这个数字好了 对吧 计成这个数字 那么 那么 那么我们现在要证明呢 就是说 如果 其实 在这里先不用那么讲 就是我现在要来证明 或者我先严格一点就这么写 如果 delta k 是小于等于这个delta k 这 delta k 大于等于4分之1 delta k 大于等于4分之1 这个大k 就是这里的大k 这里的k 就这个大k 我们因为实际上 实际上 实际上因为我们是讨论那个gk的那个 那个极限 极限 极限 极限性质 所以呢实际上 对gk而言的话 你那个前面一段根本无所谓的 你可以从大k以后算起 那我们来证明一下这个东西 就因为有这个结果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结果 可以证明这个结果 现在假如说所有的东西都大于等于这个了 当然就完了 对吧 就说 就这么说 现在不难的话呢 就反正化了 反正化不难的话 我应该存在一个l 那么反过来 不难的话就是反正了 我们来反正 反正 不难的话呢 就存在一个l 大于大k了 是吧 使得 使得这个 使得这个 那 delta l呢 应该小于四分之一 这个东西 对吧 就存在一个东西 对吧 而且我们现在假定这个l就是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可能 对吧 第一个使得它 小于它的这个东西 比这个东西小 比这个东西小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就会怎么样 就是说 那我们看这个 那么 delta l-1呢 应该什么 大于等于 因为它是第一个 这里l是第一个啊 那么l-1呢 当然应该是满着这个要求的 对吧 因为 delta l-1呢 才第一个比它小 那么所以delta l-1呢 应该比它大 那么这个 当然就 按照这个东西 按照这边过来 就当它delta l 换句话说 delta 在从l-1到l这个过程当中 是缩小的 对吧 是变小的 现在呢 只要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那个 那个 信赖约的那个 那个整个框架是怎么样 整个框架 什么时候那个 会把那个信赖约输小呢 只有当那个low key很小的时候 对吧 说明毕竟的不好 那个模型不好的时候 才会把那个 把那个信赖约 那个半径输小 对吧 所以你这个东西 既然是 既然是 这不如说小的话 就 就意味着什么 按照我们那个 推出来 就low L-1的话 应该小于 十分之一的 我们就跟这个大家回去 再去看那个 我们上一次 前一次讲 那个整个框架 整个框架 整个框架实际的时候 就是说我那个信赖约呢 什么是缩小呢 就当那个信赖约的模型 模型的下降跟真实的下降的比很小的时候 那说明模型不好 所以呢 要把那个信赖约的区均的缩小 使得它毕竟的好一点 对吧 所以一定会这样 而且我们那时候讲 缩小的时候 那个delta 是按照什么 缩小为四分之一 所以呢 一定是这样子 delta L 一定等于四分之一 delta L-1 这个delta L-1 一定比 一定会比 呃 一定会比 呃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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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ta 型要大 因为那个就这个东西 这个网页一定会大于等于Delta星 为什么 因为如果这个东西比这个Delta星小的时候 这个是四分之一 要大于四分之一的 所以你既然是小于四分之一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可以推出来 就是Delta-L-1一定会大于等于Delta星 就是根据这个 就是Delta如果小于星的话 它一定大于四分之一 而你现在是小于四分之一 所以它这一定要大于它 对吧 现在这个再跟这个拼起来 你把这两个东西再拼拼起来 那么得到什么 这个大于等于Delta星 那么这个东西也等于它 所以这个也可以 所以这两个东西拼起来也可以得到Delta-L 大于等于四分之一Delta星 对吧 然后这就矛盾了 对吧 这个不就跟这个矛盾 就是这个跟这个矛盾 对吧 跟你这个反正矛盾 这个假定矛盾 所以这个就证明好了 这里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小于它呢 因为X0的话 就是X 这个时间没什么关系 你一个差一个两个无所谓的 对吧 这个我不解释 解释要花好多时间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结论 就很进展了一步 这一步就证明了什么东西 证明了它是 证明了这个结论 因为这个总归可以做到 我就要把Delta星输小一点 我总归 因为Delta大K是一个固定数 我只要把Delta星输小一点 我总归可以使得这个满足 所以这个是什么 所以就是我可以得到这个 这个代表什么 所有比较大K以后的Delta小K 都大于等于某一个常数 某一个正数 大于零 这种这种性在英文里面 叫away from zero 离开零 away from zero 因为这个 我们实际上 那个反正方说明 讲起来就是这个 GK也是 away from zero 这个DeltaK也是 away from zero 所以我们到这里 已经做了很多准备了 就是说我们已经证明了这个 这个 我们呢就是说 现在就有这么些结论 我们下面呢就来说明 下面来说明什么东西 就来说明这些结论 我们得到的这些结论 是有矛盾的 那么就可以把定理证明好了 所以我们开始了 所以我们开始了 我们来要讲到导处矛盾了 导处矛盾了我们来分析那个东西 分析这个LOK 分析这个LOK 这个序列 这序列呢 我们大概可以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有很多个LOK呢 就是 LOK呢就是 都是小于四分之夜的 就一种情况呢 就是一种情况呢 就存在一个就是一个K2 K1比如说大于0 使得呢 这个LOK呢 都小于四分之夜 当那个K 大于等于K1的时候 这个K当然我们都大于K了 就原始那个K都会比它大 就是这是一种情况 就是在某一个后面呢 都比它小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应该是吧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呢 就是说 这个都小于四分之夜 那么就是有大于四分之夜 那么就是有大于四分之夜 对吧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有无穷多个大于四分之夜 那么存在 有无穷多个K 比如Ki好了 有无穷多个Ki Ki呢 是大于四分之夜 大于等于四分之夜 对吧 大于等于四分之夜 就这两种 对吧 因为假的有限额嘛 那么就对吧 就如果是只有有限额 这个东西大于等于四分之夜的话 那么这以后的话都小于四分之夜了 对吧 那么就要么就这两种情况 这两种情况 我们来看这种情况 好 我们先看第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的话 就是说 我们在做这个以前 或者我在 在在在在在 这个我先 这个等一等 我在这里再弄一弄 再弄一弄更方便 把这个 我现在弄一弄 现在就把这个极楞都给它弄在一起 因为 这个我等一下我还要的 我还找到 我现在我就把这个东西弄在 刚刚第四 第四就到这里了 对吧 这里的话大家就看这个 我现在可以把它 把这个 把这个 就是我这个拼在一起以后 就回到这里了 回到这里了 就delta mk mk 大于等于 c1乘 y 再乘上minimum 对吧 delta k 再y β 就是原来这里有这个数字 对吧 我们现在把这个 把刚才那个第五里面的结果 用到这里 对吧 因为我们这个结果 实际上就说明 所有的这个东西都比它要 所有的 它可以都比这个大 对吧 所以就会得到c1 y minimum 这个呢 就用换掉它 现在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大家看这个里面 这个里面现在都是一个固定的东西 都是一个固定的数 都是固定的 这个c也是一个常数 比如说Epsilon常数 这个都是常数 对吧 我把这个东西比如进成东西了 delta c 大于0 这一步说明什么 这一步说明就是 说明 说明 说明我这个dk步 它一定是比某一个固定的常数要大 这个是很 这个就是会产生很多问题 下面我们现在看第七 第七就是考察那个 因为刚才漏掉一个字 我们来考察那个 考察这个东西 这个序列 那么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什么 就是存在一个k2 大于等于k 对吧 死蛋 死蛋的delta 死蛋的low k low k 是小于四分之一 对吧 当k 大于等于k2 对吧 还有一种情况 比如这也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 有 有 无穷个 无穷多个 k i 死蛋 low k i 大于等于十分之一 对吧 就两种情况 那我们来看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 我们看 delta fk 对吧 delta fk 对吧 大于等于 low k delta mk 对吧 这个low k 对吧 我们这个时候都 这个时候都 这个 都稳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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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 就是当那个 当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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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大于它的时候 对吧 那么我们来看那个 delta delta 这个 k2 比如加上l 这个东西 对吧 因为所有的 low k 都小于四分之一 low k 小于四分之一的时候 就是这个delta k 要不断缩小的 对吧 所以它一定是 小于等于四分之一 一直小缩小下去 delta k2 对吧 就是delta k2加1 应该是四分之一delta k2 delta k2加2 应该等于四分之一的delta k2加1 又等于四六分之一的delta k2 所以一定变成这样子 这个是一个常数 这个呢 肯定趋向于零的 L趋向于零 它趋向于零的 那么你这个就是趋向于零 这个不能趋向于零的 因为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 那个delta k是下面有界的 away from zero 所以它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就导致了矛盾 这个是不可能的 这个跟那个delta k away from zero有关的 Modern的 那么你现在来看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的时候 delta 那么f ki 大于等于low ki delta m ki 这个是按照定义 low的定义 就怎么定义来的 对吧 那么这个都 这个是都大于等于四分之一的 这个时候 都大于等于四分之一 delta m ki 对吧 然后delta m呢 我们刚才已经也证明好了 有因了 对 所以这个是 都都是那个对的 所以大于等于四分之一 delta k 就是用那个就能 就用这个就能 对吧 对吧 你这个设置 你如果两边去加 对i去加的话 对吧 这里如果对i去加 这个当然是小于无穷大的 因为那个f有界的 对吧 但这边的话 这边如果对i去加的话 这当然等于无穷大 一个整数无穷加就当然等于无穷大 对吧 所以这个又是矛盾的 所以这样子呢 就把那个证明完了